柯斯丘什科大橋 這個名字念起來挺繞口的 這是根據維基百科的翻譯 這座橋跨越布魯克林和皇后區 是以波蘭軍事領袖的名字來命名的 因為它在美國獨立戰爭中 跟美國人並肩作戰 如果你喜歡這個視頻請給我按個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謝謝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從紐約的皇后區 走到布魯克林區 聽起來很遠 其實穿過一座橋就到了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2017年4月份通車的新橋 總長度大概是1.14英里左右 屬於斜拉橋 這座橋的自行車和人行步道 是在2019年8月份開放的 有20英尺寬 從橋上可以遠眺紐約市 欣賞紐約市的天際線 傍晚的時候會有附近的人來這裡散步 新橋位於老橋的南邊 老橋建於1939年屬於橫架橋 什麼是橫架橋呢 例如台灣的西羅大橋就是一座橫架橋 早期的橋好像有很多都是屬於那種樣子的 老橋在2017年10月1號有計畫的爆炸拆除了 我們已經走到布魯克林了 這邊有個小公園 還沒有完全蓋好 這附近是工業區 感覺上車子很多 現在往回走 新橋屬於斜拉橋 斜拉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發展出來的 比較有現代感 感覺上很多比較新的大橋都是長這個樣子 例如上海的楊浦大橋 台灣的新北大橋都是 在晚上的時候 橋上的燈光會變換顏色 非常好看 有慶典的時候還會有燈光秀 不過這個地方屬於工業區 晚上的時候人比較少 所以我從來沒有晚上的時候來走過 但是從遠方看過很多次 因為這個橋非常的高 老遠就可以看到 有雪地圃域 更多十二年 也沒有看過 那麼多十年 一邊的代表 是從極端度 連你走到大橋 尺寸在裡面 要負草 還有我 旁邊的瓶咧 這個橋底 用有那個橋道 頂也是 有一個階段的天上 是甚麼 关于这些桥的知识我都是在网上查的 现学现卖 所以如果有不太正确的地方 请给我留言让我知道 今天的践行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不要忘了分享和订阅 拜拜下次见 by bwd6